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出色的演员会渴望得到更多的机会去演绎更多层次的角色 而因为年龄限制张子峰目前的角色还是受到限制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其的喜爱 近期看到张子峰被采访的片段 小小年纪说出来的话却很有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说到关乎颜值和演技的问题 网友们都知道对于女明星女演员甚至湖南明星都会格外关注颜值问题 因为隔着距离和屏幕 想要第一时间收获粉丝 这就在于颜值和补合胃口 有道是始于颜值 不少明星或多或少都会在脸上做些微调甚至整形 虽说小编不是很认可 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志 一旦在脸上整形或者打针 在演技的施展上便少不了限制 我们都知道角色的大喜大悲都是需要通过眼神 还有一些面部表情而传达给观众以达到入戏 若是在脸上动作太多 很多表情便不能做 要不就会被千万观众发现整形实锤 甚至使整形效果直接崩了 就这个问题张子峰也做出回应 声称不担心人之问题 最害怕的就是演不好角色 张子峰的采访 一出可以说打脸大众没有演技的流量小花和流量小声 在那里面大家买了 自行 自行 奖 因此 封阳的赢 一定是在罕回的 适合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